文化大革命后 共产党为了解决自身的生存危机 采取了所谓改革开放政策 一夜之间 共产党从以阶级斗争为纲 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从勒紧裤带闹革命 到一切向前看 仿佛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 从表面上看 共产党已经改弦更张 国际共产主义阵营的解体 更让很多人松了一口气 认为共产主义对人类的威胁已经过去 果真如此吗 中国社会的性资性赦 对世人而言似乎相当重要 对共产邪灵来说 其实无关红纸 值得强调的是 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学说 一种社会制度 一个失败了的尝试 它是一个邪灵 其目的是通过毁灭文化 败坏道德来毁灭全人类 只要把握了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是毁灭人类这一主线 就能透过纷繁复杂的表象 看清邪灵毁灭人类的路线图 计划书 流程表 甚至操作手册 杀人转入地下 毁人一刻不停 共产党有时让人死 有时让人活 有时让人匮乏激紧 有时让人肥得流油 忽而让人禁欲 忽而让人狂欢 一会儿破坏文化 一会儿恢复传统 一会儿性赦 一会儿性资 究其实质 毁灭真正的传统文化 败坏人的道德 让人反神变成非人 这才是共产党万变中的不变 共产邪灵由恨构成 为了毁灭人 它带领被其欺骗了的人 反神 反传统 反文化 骂祖宗 共产党除了一路杀 还有一个骗 这个杀和骗 对应着共产党常说的 一手硬 一手软 归根结底 杀和骗都来自于共产主义的 仇视神佛的无神论和斗争哲学 杀和骗相辅相成 杀中有骗 骗中有杀 说起骗 共产党实施的 是从微观到宏观的一览子骗 从人心灵深处的思想 到是非善恶标准 再到表面做人的底线 处处都是骗 骗钱 骗色 假烟 假酒 独米 独奶 都是小儿客 这些都是共产党败坏道德之后的 必然结果 共产党为什么能骗得了人 人们只是为了就业 提干 发财 包二奶就被骗了 当然 这样的人大有人在 特别是堕落到钱色本身 就成为了信条的今天 但是 当初不是也有一些 有钱人家的子弟 抛家舍业 去参加共党闹革命吗 人都有神性的一面 那些超越常人的理想和归属 佛家的彼岸 道家的归真 这种神性的内涵 是神造人时就注入人的生命的 那个向往本身就与生俱来的 存在于每个人的心灵深处 共产党就利用人美好的愿望 来欺骗人 用国家的命运 民族的前途 这些感情来迷惑人 用解放全人类 甚至人类共同体制类的概念 引诱党的领导者和其周围的人 因为 除了江泽民这样绝无仅有的 真正邪恶生命 任何党魁也是人 也看不清共产邪灵 也是共产主义的受害者和执行者 邪灵正好利用他们的报复 哪怕是为人民的理念行大骗 骗走的是人心灵深处的神性和理想 劫持了人原本就有的 超越自身物质身体的神性 如同铁路换轨一般 把人的心灵深处 对神性追求的回天之路 骗换到共产党的人间天堂之地狱通道 在共产党的旗帜和倡导下的作为 其实是邪灵的运作 逃不出邪灵的安排 躲不过邪灵的最终目的 共产邪灵之道 人总有明白的一面 有明白的时候 要想包住这个天大的谎言 就必须用强制手段来维系 用更大的谎言掩盖这个谎言 一路杀一路骗就成为了必然 为了毁灭人 他搞乱社会 销乱人心 因此 共产党也捏紧一个斗自觉 煽动流氓无产者斗地主是斗 挑动红武类斗黑武类也一样是斗 为了斗 就要把人分成人民和敌人 朋友和异己分子 中共以专制为后盾 把坏人捧到九天之上 把好人踩到九地之下 斗的结果必然是坏人当道 好人受气 共产邪灵毁人最为歹毒的一招是邪 邪变人心 共产党是从人出生成长到死亡的过程中 一直根据共产邪灵的需求来塑造人 颠覆是非善恶标准 好的说成坏的 坏的说成好的 叫人背弃古老的传统 生活行为越低下 越无邪灵之意 毁人不倦 在全民共产主义的理想幻灭后 中共又用唯物论来鼓励 怂恿全民追求金钱和感官享受 邪灵无限制地放纵人的欲望 把社会上的一切败坏现象作为控制权力 最终毁人的戾气 当今中国社会的道德大崩溃 是邪灵几十年如一日败坏的结果 独死天堂路 打开地狱门 中共就是这样 把整个社会带到了毁灭的边缘 优优独特